请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间有些震荡 不过目前看起来表现都还好 我们稍微看一下 因为最近的盘涨比较多 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 稍微有一点震荡了大家就怕 会不会是已经到顶了 这地方到底可不可以买 我前一天就跟他讲 涨你也怕了 跌你也怕了 这到底要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慢慢来看 后面的盘会怎么走 台股今天早盘开低 跌了121点 那你会发现 目前慢慢的那个下引线都流出来了 只有跌个四十几点 搞不好尾盘还会稍微收高 下引线有大概八十几点 那现在那边股市走震荡你会发现 指数就维持在这边维持区间 并没有让你看到什么 跌破什么颈线头部出来 目前这现象都没发现 可是如果我们就指数的角度来看 不要说这个1月份到现在为止 这地方已经将近涨了差不多快1700点 这波的多头你不要忘记是从10月开始的 有没有 10月到现在为止台北股市呢 已经涨了差不多3000点嘛 对不对 好 说句实话3000点 蛮多的啊 你在等多头啊 可是涨3000点你都没做到 或你也没赚到 那就真的蛮可惜的啦 那当然啦 这一段已经涨起来了 到底这个盘走到这里的时候 还有没有机会再攻吗 如果说这里就高点 我说句实话了 那个股票就卖卖掉就算了 那如果说盘还有高点的话 那到底后面要涨什么股票 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做 好 我们慢慢来去跟他做解说 好不好 我们来仔细看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啦 这个礼拜事情蛮多的 尤其明天晚上是一个关键 就是说明天晚上要公布CPI指数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啦 CPI指数呢 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已经连续大概三个月都下来了嘛 对不对 好 那之前也跟他讲嘛 CPI指数会创一年来的新低 核心CPI也会创一年来的新低 那当然啦 CPI有没有机会再降 这关系到整个联准会 他未来整个升息 就是说那个终极目标啊 就是终极利率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嘛 那我上礼拜我跟各位讲过啊 我是说 如果我们就从油价的角度里面来看 明天要公布的是一月份 一月份的CPI嘛 所以呢以油价的角度里面来看 12月份的均价差不多837嘛 那一月份油价的均价呢在84 那就算了这几天啦 油价稍微有反弹 不过也差不多在86左右了 所以呢油价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什么 明显的大涨 对不对 所以呢照理说啦 CPI的指数呢 如果依照这种情况来看 他应该还是要降 可是呢这次出现了问题发生在哪里 好各位您应该还记得了 2月3号那天啊 联总会 不是联总会了 就是那个美国有公布一个 非农就业数据 好的太不真实 好的太夸张 好的跌破大家的眼镜 对不对 那为什么那个时间点呢 非农就业数据会好到爆 真的是好到爆 原因在哪里 好我们之前有跟他讲嘛 因为美国呢 他们把那个权重去把它调整嘛 对不对 好你调整完之后呢 哇那个非农就业数据一路往上冲 那当然要去看啊 你用你调整完的那个数据 到时候再来去看 接下来是不是这样嘛 那要等时间 那要等到3月3号嘛 是不是 好那这次的CPI呢 他有这种现象 没事又去给人家调整 他又去调整权重了 所以呢你现在CPI出来 到底你权重调整完之后呢 到底是涨还是跌 我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我敢说市场上大家都不知道了 因为你权重又去给人家调整嘛 好那有一个现象啦 就是说如果这次权重的调整 他让你看到这个CPI的指数 好像没有继续再跌 可能稍微有多一点点出来 可能有稍微多一点点出来 我老实跟他讲 因为你权重给人家调整 那接下来你用你调整完的权重呢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再等下个月 那个同样的权重 同样的机器嘛 同样的那个条件嘛 才能去看得出来说 他到底 那这地方到底是真的通膨减缓 还是通膨又在增温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他们去把它权重调整 所以呢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看喔 3月3号要公布非农就业数据嘛 然后呢 CPI的指数呢是在明天嘛 2月14号嘛 那你3月14号呢 要公布下一次的CPI指数嘛 所以呢你现在有很多 的不确定性啊 你要等到什么 3月份啊 才能够比较明了一点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市场都在等啊 哇到底后面情况怎么样 到底后面 这地方会不会有出现变化 会不会到时候 这地方呢 什么通膨又持续往上涨 我还是一句话啦 我要跟各位说 这东西 我在2月8号 2月9号 这是我们的Lite Ads 很多时候很多重点 我都会提早在Lite Ads里面 跟大家去做解说啦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节目的 我说这个Lite 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了 反正加入Lite不用钱嘛 我还写资料给你看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那时候怎么跟他讲 我说你先不要去管 3月的经济数据 现在3月份啊 到时候要看的是什么 非农就业数据 还有呢 你经过调整的CPI指数 到底是涨势点 很多问题啦 我说你先把2月 这波多头先做完 之前说过嘛 多头延续到2月嘛 那3月不管经济数据如何啦 2月再涨 台股也真的涨多了 所以我这两天 一直跟他讲 我说3月份 我会预计会偏向一个高档震荡 或者呢 涨多可能也会稍微有点拉回啦 所以我说 这地方你先赚 2月的多头 有没有很清楚啦 我一直跟他讲啊 你说这盘涨多了 真的也涨了3千年还不多 但问题是 目前看这个盘还会再上去啊 可能你再上去又真的是涨多啦 所以我的规划是 3月份的盘可能应该开始高档震荡喔 那可能 或许还涨多了稍微给他拉回修正一下 那反而是好事 所以呢 先赚2月的多头 OK 好 那我们再仔细来看 那现在2月多头到底 这个多头有没有机会再延续嘛 那我们刚刚说过啦 你CBI现在又要给人家权重调整 你调整出来的数字呢 要等到下一次再来看说 你这样的调整到底是涨还是跌嘛 是不是 所以市场有很多不确定性 可是呢 当你遇到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 你一天会问我啊 老师那现在这个盘怎么解 对不对 好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要去解这个盘喔 我们去看那个筹码有没有变化 就是说 之前进去买的人 他有没有跑掉嘛 你懂我意思吗 什么叫筹码有没有变化 我们来仔细看啦 美股最近有震荡 但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喔 美股7月1月份买回库产股 1320亿美元 创历年同期的记录 有没有 美国是不是在买库产股 对不对 企业大买库产股 可是你不能说 用这个条件就认为说 美股它一定涨 所以呢 我那时候有跟各位讲过啊 你要从哪里看 美国的散户到底进场没有嘛 当时的融资呢 减了一年半以来 那个低点啊 几乎是在2019年的低点区 2019年也就是美股啊 还在那个低档 还没有上涨的那一段 所以呢 美股现在的融资啊 它是相对的稳定嘛 对吧 那你台北股市来看啊 当时也跟他讲啊 外资元月净汇入满 两千多亿 跑掉没有 跑掉没有 我问你啦 今天到收盘啊 目前看起来不到两千亿啊 一千七啊 搞不好还会再低一点 那我问你它怎么跑 对啊 我问你它怎么跑 而且你不要忘记啊 这礼拜二除了CBA要公布之外 礼拜三是期货的结算啊 以外资期货的仓位来看 最近都有增加哦 它虽然没有来到 这几年的高点啊 可是问题是 它现在还有一万一千 多口多单啊 那我问你嘛 当一万一千口多单 来到这地方的时候 我问你啊 它现在限我跑不掉啊 它现在的期货仓位呢 又还在持续增加多单啊 如果说你再搭配 搭配什么 那个台积电啊 的利多嘛 对不对 它的营收不是成长吗 一月营收不是创一年来新高吗 那我问你啊 台积电今天跌下来 台积电量说啊 外资跑了没有 你看这些你应该知道 对啊 外资跑了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整个台北股市的行情 从当时第一档涨起来之后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用去讲前面那段了 前面那段你没根嘛 因为融资都在减嘛 过年前你都在减嘛 那以这一段的走势里面来看 朋友们要我怎么跟你说 你来仔细看哈 筹码到底有没有跑掉 一月十六号我跟他讲 二月要嘎空手 我们一月十七号是封关日 对不对 那时候我一直跟他讲啊 你融资一直卖 你到时候会吃大亏啊 结果呢 你看嘛 融资卖卖之后 最近的融资有没有增加 他现在你看啊 赏户已经开始进来了 可是还好啦 没有很多啦 但是呢 最起码嘎空手看到了嘛 对嘞 好那再来 一月三十一号我就跟他讲啊 台股走资金行情啊 大家空手必须要爆量才会见高点啊 那我问你是不是走资金行情 外资一直埋啊 到现在为止啊 你台北股市也没爆量啊 所以呢 这个资金行情还在持续嘛 为什么大家持续 我二月一号我跟他讲啊 空头不死多头不止啊 是不是 你仔细看嘛 你看那个空单 在创新地啊 空头这一波在前面两千点的时候 不认输啊 然后呢 等过完年回来之后呢 台北股市开始涨的这一千多点 一路认输啊 赔翻天啊 对不对 空头挂了没有 你自己看嘛 啊有没有去 嘎空手 你看融资嘛 有没有嘎空手 有嘛 对不对 所以咧 刚台北股市涨起来的时候 二月八号我怎么跟他讲 我说嘎空盘哦 他现在进入金晶涨 什么叫金晶涨 哇涨多了震荡一下合理啊 可是有时候涨多了 让你看到震荡一下 搞不好三不五十 又突然唱新高啊 你看嘛 前面这段是不是这样子 我说要进入金晶涨嘛 压回这又创新高嘛 现在又压回嘛 搞不好过两天又创新高啊 因为期货要结算了 如果他一拉高的话 到时候又拉高结算了 是不是 是不是金晶涨 对吧 而且我跟他讲啊 轮动要加快 这里呢 你不要忘记哦 他除了嘎空之外 他现在还有嘎空单嘎空手嘛 对不对 你不要忘记这里还有诱多哦 所以你不要乱买啊 当然你会问我说 老师到底这个盘要买什么 好那各位 我们来仔细看啊 接下来就重点了 上个礼拜五 我跟他讲说 下周走喷出嘛 这礼拜要走喷出 您笑我啊 老师啊 这盘你看 间谍耶 怎么喷出 喷到哪里去 没有喷啊 是不是 好那各位 上个礼拜 我跟各位讲过 我说几个重点 当然礼拜二 明天的CPI指数 它是一个关键嘛 现在不知道 到底情况怎么样 你不去调整那个权重 我认为CPI会继续点 啊你现在 那权重给人家调整 我就不知道答案了 那我也不知道答案 好 除了CPI 它是一个关键之外 你不要忘记啊 礼拜三期货结算嘛 刚刚我们说 那个外资的仓位 它是创高啊 它还在增加嘛 对不对 那礼拜三呢 巴菲特要公布 它的持股啊 那我问你嘛 啊你是觉得 巴菲特把台积电卖掉了吗 还是说它有加嘛 你看台积电也跌不下去啊 比方说跌一点点 说它大跌啦 我说句实话啦 当然我是做多 因为我目前看多嘛 我当然是看到的一些 是多方的理由嘛 那空方的呢 它当然一定是拿一些 空方的理由 拼命跟你讲嘛 你看啊 这股票不涨啊 你看这个时候 已经在高档啊 是不是 同志们好 可是我必须要真的提醒你 你每天讲空 总有一天它会跌 等到跌的时候 你要去参加空头老师的吗 你想一下嘛 这波的空头 我说嘛是从去年十月份一路空啊 空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赔了三千多点了 但从会一定会跌啊 如果哪天跌下来的时候呢 你让我去参加空头老师的 你不要忘记哦 会员死光光哦 会员死光光哦 好那到现在为止呢 转空单 然后呢 转空手 那这个盘到现在为止呢 成交量又没有 所以就像我跟你说的 这个资金行情它还在延续啊 但你问我说 那到底这个盘 我能不能继续再往上涨 好所以呢 上礼拜我跟他讲啊 下周本走喷出嘛 为什么我说走喷出 因为多头子整个行情 走到这里的时候啊 总是要给他一个 结束的那个讯号要出来 就是说 你不要让他夜长梦多老 都已经嘎成这个样子了 最后一把劲把它嘎上去 所以呢 接下来走喷出啊 我目前的看法还是这样 还是有机会走喷出啊 可是呢 什么叫做喷出 上礼拜五我跟你讲啊 接下来反正有机会再涨 再大涨 再继续涨 他就是要把整个空单嘎完 然后呢 散户受不了 赶快再不买来不及了 应该又上去了 是不是 到最后呢 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不能让这个盘爆大量 爆大量就代表说 有人在出了嘛 是吧 好这都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今天的测标可能会 很多楼都没有会很奇怪 是 走喷出 那关键在航运 为什么 是吧 好跟我们来仔细看 这是今天的盘 走震荡啊 这是今天的台积电 你看嘛之前台积电我说嘛 台积电没有大跌 你一想说不知道盘要跌到哪里去 今天如果震荡一下而已啊 巴菲特搞不好还在加码 这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到时候来看 那这是今天的联电嘛 是不是 联电也涨多了嘛 同的没有 联电从我这里叫你去买 到现在为止近期创新高 超过四成以上快五成了 我问你这是不是大赚 你看嘛 这样叫不叫大赚 这里这里 是不是 有没有大赚 到这个上面啊 这一段我没有叫你卖过 我一直跟你讲都有高点 有高点有高点 对不对 后面呢我就跟他讲 往上我们就慢慢调啊 反正都已经赚到了嘛 而且赚不少 是不是 好 可是呢 联电今天稍微有点震荡嘛 你说他要走空了吗 你现在也看不出来嘛 是不是 涨多就是走震荡嘛 那你去试想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为什么联电台积电没有动 你台股能够留下影线 你知道今天动什么吗 今天动金融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动金融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喷出 什么叫喷出 你一定是全脂股在拉 所以我说联电台今天 他没有结束啊 可是他真的涨很多了 所以反而在今天稍微 有震荡的时候 他已经拉到金融去了 是不是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去走喷出 你一定要去拉全脂股 但是呢 你要去走喷出的时候 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 强势股你当然还是续强嘛 但是呢 你的弱势股一定要指稳 你才能够走喷出啊 那现在呢 在这一个礼拜左右以来 最弱的是什么 不用讲啊 航运内股最弱嘛 航运内股最弱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走喷出的话 你弱势股一定要指定 而且呢 你全脂股要动 那你航运内股里面的 长荣跟阳明 他们本身是全脂股 而且也是弱势股 这一定要指稳的 否则你台北股是喷出走不出来 那个意思啊 好 但问题是 长荣跟阳明有没有这个条件涨 这是重点啊 好 我们来看嘛 你有没有看到最近友达都在涨 你有没有看到最近的群创都在涨 诶 同志没有 友达去年赔两块多啊 结果呢 赔钱的公司它涨上来了 那我问你嘛 今天涨金融啊 金融股 我们随便拿一家公司来看好了啦 比方说今天富邦金动嘛 我问你嘛 富邦金啊 一整年以来才赚多少钱 他还有那个耶 之前那个老单之乱啊 所以呢这个获利还要再减 我跟你讲啦 顶多就是那么几块而已啊 可是呢 你去看那个长荣跟阳明嘛 长荣嘛 前年赚45块多啊 他去年啊 差不多有70块左右 当然最近你会看到 哇 那个可是他营收衰退啊 很合理啊 因为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整个营收往上冲啊 那现在疫情慢慢趋缓嘛 虽然他会有一些衰退出现 但是我的看法是再怎么衰退啦 好 我现在衰退一半好了啦 他最起码都还有30几块 对不对 阳明再怎么衰退 他最起码都有20几块 对吧 好 我们来看嘛 台积电一整年下来 大概也是赚个20几块到30块左右嘛 是不是 可是人家台积电500多块 到现在为止呢 你这100多块啊 到现在为止你这50几块啊 你连那个最烂 就是说不是不要说最烂 连那个赔钱的面板股都会上涨 那我问你啊 那为什么赚钱的公司他不上涨 而且还赚很多喔 而且这些啊 不管阳明或长荣啊 他们的获利比很多电子类股好太多了 所以呢 你今天要去走嘎空 你弱势股要直稳 你全脂股要动 但是呢 你又要搭配着一些 具有基本面的股票 所以我今天测试就写了 反而接下来在这个礼拜 你要特别注意喔 航运类股会不会开始出现 直稳反弹的走势嘛 只要航运类股这地方啊 一动起来 台股就走噴出喔 那全脂股都在动啊 那全脂股一动起来 那指数跌不下去啊 你去看嘛 你台积电跟联电 你现在也跌不下去嘛 点多涨多那边走震荡嘛 这两档股票不大跌 你说盘怎么跌 结果呢 到今天为止呢 金融股反而出来增盘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连那个最弱势的 航运类股都开始启动的话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盘后面要走噴出 所以接下来你要注意什么 你看韩运股动了没有 那一动起来的话 我会跟他说指数还有高点啊 你懂我意思啊 我今天不是说跟你讲说 你看我那什么股票什么股票 同意没有 我跟他说过 很多时候我们的讲法会跟市场不一样 因为当老师就是 你看嘛 像最近这种盘在走震荡 很多老师就已经开始有点 好像要讲空又不敢讲 又开始讲保守 涨上来之后呢 他什么都有 这都是你看到的老师 所以我跟他讲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个股 我之前有跟他讲过 埃及设计的股票 我们当初在12月份 我就叫你买 买上来之后我也跟他讲 你就把它调一些嘛 是不是 我会拿一些嘛 你看嘛 很多个股都这样啊 第一档买拉高我们都有调 第一档买拉高我都调一下 那这个东西呢 第一档买拉高我就卖嘛 像我们最近啊 有一档股票 一月份 过完年之后买的股票 拉高我们也调嘛 调完之后呢 我们开始再慢慢布局看 接下来那个市场的轮动到底在哪里 所以很多时候你不用对这个盘 震荡去走担心啊 所以我反而认为啊 接下来要稍微注意一下 会不会航空股一动起来 叫盘走喷出 我那一喷出那位很精彩 我死亡会不会疯掉 你懂我意思啊 我今天期货有赚70点 我也没时间讲 但是我还是跟各位讲啦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操作方式 跟着一起来 所以起码我们看得懂这个牌 我们知道轮动的方向在哪里 不是叫你去追 短期致富 名额有限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会员年前布局 年后大补财库 小老师掌握轮动 累积财富 帮您赶进度 短期致富战案 名额有限 进行把握机会 数据呈现 20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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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答同步 真心照顾 会员年前布局 年后大补财库 小老师掌握轮动 累积财富 帮您赶进度 短期致富战案 名额有限 进行把握机会 数据呈现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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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答同步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走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好 尖指数稍微有点震荡 不过我们刚解释过 这个盘的从往没有变 所以当你量缩情况之下 还是做多 比方说今天期货 找盘压下来的时候叫你做多 我们有稍微跑一半 另外一半我应该会流仓 好不好 不管是股票或期货 你认同我们的操作方式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接下来 我会帮你掌握市场后面的轮动 短期支付方案名额有限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儿看到哪儿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 扫描QRCO订阅台股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会员年前布局 年后大补财库 小老师掌握轮动 累积财富 帮您赶进度 短期支付战案 名额有限 进行把握机会 数据呈现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